最新款七头小气泡安装介绍 我们仪器收到之后呢 我们首先要把这些治疗头 现在对于孔要插好 连接我们的仪器 插好之后要把这些螺母要选紧 选紧 然后我们的挂架呢 后面有三个小螺母 然后把它扭下来 把挂架安装上去 再把我们的配件放在挂架上面 这样子就可以了 好 再看一下啊 我们仪器有几个小瓶子 这两个呢都是装纯金水的 或者装生理盐水 还有气泡溶液都是可以的 针对不同的皮肤啊 我们可以用放不同的水就可以了 然后这边呢 是一个操作的时候的排的废水瓶 好 我们后面有一个开关 然后点击开始啊 打开电源 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主界面 好 第一步呢 首先操作是气泡饼 先做清洁 我们这气泡饼呢 它配有啊 三个胶圈 然后呢 这里面也是有两个备用的 一共是八个头 我们第一步啊 先加水 把这个扭开 加水呢 我们可以加到三分之二啊 留一点点空间啊 就可以了 然后这样子把它旋紧 好 旋紧了就可以啊 一定要旋紧啊 不旋紧的话 这下面会生水出来 我们安装气泡笔的时候 一定要把这个胶圈先安装上去 然后再把我们气泡笔的头 装上去 好 我们点击我们气泡笔头 开始工作 这个地方呢 是调节它的一个出水链啊 出水链 我们可以看到啊 仪器刚开始的时候 可以这样子按压一下 让它那个水出来 然后这样子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就开始可以工作 操作了 操作的手法呢 可以这样子啊 拉一半 也可以拼一点吃操作 也可以拼一点吃操作 就是可以了 这水呢 可以在这个地方调节 这个地方调节 这个地方调节 这样子就整哦 好 每次做完工作 操作完之后 我们都要按一下暂停键 然后我们第二步 如果说顾客啊 皮肤容易出沙 我们这个时候呢 可以用我们的冰封头 给顾客操作一下 就镇静一下肌肤 第二步就是用我们的这个喷签 喷签里面呢 我们有一个小瓶子 这个小瓶子呢 可以放存入 或者是水 爽浮水 纯净水 都可以 还有就是玻尿酸 精化之类的产品 都可以啊 一定要稀释一点的产品 好 我们这个 头在工作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 也是打开气泡笔 点击开始 这个手能 我们是可以工作的 这个醋水链呢 我们按下这个开关 就可以工作了 这个醋水链 大小是通过后面这个调节啊 调节它的大小 这个这个呢 使用的时候把顾客整个脸啊 就是产品都喷到位了 一定要遮住顾客的眼睛 然后再这样子去喷就可以了 喷完之后呢 我再用我们的 摄影波头 做一个导入 都是有线对应的治疗头 点击一下 点击一下 然后点击 开始 这时候就在工作 然后我们 操影波呢 啊 就是它会也有一点点 温温的热啊 然后做一个导入 一打圈的手法 或者是 线线啊 提升的手法 就可以了 能量我们可以在这边 增加 一般调节的话 可以根据顾客的一个 承受能力去调节 有一点点 微微的震动啊 带热脸 然后我们这个 都是带采光的 操作完了之后 我们按三停 好 我们再用到我们的 一个摄屏头 摄屏头操作的时候 我们也需要点击 调节一下 点击开始 一般四到五就可以了 这个呢 可以啊 放一些产品 我们做一个按摩 给皮肤做一个按摩啊 做个按摩 提升收紧的效果 是非常舒服的 然后这个头呢 也会有一点微微发热 带红色彩光 红色彩光的作用呢 是打开我们皮肤水通道啊 让产品吸收的更好 这个操作手法 打圈 或者是线线提升 分钻走就可以了 操作完之后 我们点击一下暂停键 好 我们再用到我们的BIO BIO呢它是带微电的 带微电流啊 这时候我们一般调节 不建议调节很大 要从最低起调 从二起调 一定要有戒指 有戒指 或者是有产品 在顾客皮肤上 然后这样子走 才有感觉 必须要碾个贴屏 如果说是一个碰的啊 是没有感觉的 要碾个 然后根据客户的一个承受 能力 然后我们去增加这个能量 就可以了 这呢 可以淡化黑眼圈 可以做产品的导入提升 操作完之后我们点击一下暂停 再用我们的整个操作完之后 我们现在用我们的冰箔头去给它 让我们的毛孔收缩一下 把产品锁住啊 锁住你一眼 我们冰箔头呢 可以能量调节到最大 可以能量调节到最大 我们冰箔头呢 最大是10 这个很快就制冷了啊 然后呢 我们以按压的方式啊 按压 硬点式的按压就可以了啊 好我们最后一步用到我们的采光面罩 采光面罩呢 是我们给顾客整体做完了之后 清洁一下整体做完了之后 敷面膜的时候呢 我们用到我们的采光面罩 采光面罩呢 它是不在这个显示屏上操作的啊 它有单独的一个遥控器操作 我们可以在我们这个遥控器上操作 它有一个USB接口啊 我们把这个接好 还有呢 这一个线呢 是连接我们仪器的一个电源线 好 拧个线插好了之后 我们在这边可以调节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是一个能量的增加剪键啊 这是一个开始键 这个呢 是选择颜色 选择不同的颜色啊 选择 一般我们经常用的话 会用红蓝绿会用的比较多 还有一个就是紫光用的比较多 好 这里呢 可以调节一下能量 能量的潜入 这是能量的潜入 这个呢 是选择颜色 选择不同的颜色 这个是开始键 开始 或者是暂停键啊 整个就是这样子的 然后膜敷的时候给顾客就是 用上大概15分钟跟面膜的时间一样就可以了 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仪器呢 它这个面板的操作 我们这个遥控器的操作 我们首先这是打开 先打开啊 打开了之后 我们选择光 光呢在这里选择有七种光的 都是可以选择的 好我们这时候选择光我们再按开始键 我们要增加能量哦 能量不调上去是看不到光的 我们调到十 好 这个时候 看一下我们的面罩 面罩现在是绿光 然后我们在这里调节光啊 现在是蓝光 在这边调节 好 吸总光 这边呢 是一个时间的调节 时间的减少键跟增加键 这边呢 是能量啊 我们光的能量 增加键跟减少键 这边是选择颜色的 选择颜色啊 更换颜色的一个键 整个面板操作就是这样子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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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